能社会的不安 明安集团表达我们最诚挚的道歉 深深意鞠躬 明阳屏东高尔夫球场爆炸灾后第三天 由母公司明安董事长正席前 率领集团董总向外界道歉 因为子公司发生重大灾损 只骨超过一半的明安也无法置身事外 在营收的部分的一个估算的部分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那当然想当然了 如果说现在已经没办法再生产的话 那对母公司这边的一个营收部分 是会有一些影响 明阳屏东厂一场全毁 产能恢复遥遥无期 但眼前最关键的莫过于善后与赔偿 不过根据公司投保的公共意外 以及雇主意外两项责任险 在人员体伤单一事故最高赔偿合计 只有2500万元 和超过百万死伤人数比起来 明显不够赔 公司承诺将开立信托专户专款赔偿 母公司董事长出面挂保证 说赔偿没问题 只是市主名言公司 明明董事长也在场 却半句不吭 直到媒体点名他才发言 但话说没完却先哽咽 我们非常有心痛 因为消耗人员 这么大的一个伤亡 我们也感到非常非常不适 整起事故造成百人死伤 公司难辞其咎 毕竟早在两年前 工厂粉尘遍布 环境恶劣 接连遭故病 尽管高层出面道歉 坦言改善速度太慢 但恐怕也挽回不了宝贵生命 今新闻吴亚廷沉定点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